Lad like your father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小梅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個主題 叫做 公衛在讀什麼 大家知道雖然我現在是在做音樂跟觀光影片 對 看起來很沒有關聯 但是我之前是讀公共衛生的 最近我們看到了台灣防疫的強大實力 也看到了一則蠻令我欣慰的新聞 就是今年的台大公衛系 報考率竟然是去年的14倍 那我今天想要用幾個我很常被大家問的問題 幫助大家更了解公衛在讀什麼 然後他未來常見的出路有哪一些 第一個是為什麼當初我會想要讀公衛 因為我是跨系去讀公衛的 我一開始在大學主修社會學 然後接觸到一些相關的研究 比如說學生心理壓力的執行研究等等的 因為社會學太廣辦了 我想要針對健康這一部分去做更細的研究 所以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大學時期的時候 家人發生了一些事情 這讓我深刻的體會到身心健康的重要 然後我也才知道台灣的醫療真的是非常的完善 而且很有效率 是很值得別的國家來多效仿多學習 第二個常見的問題就是今天的主題 公衛到底在讀什麼 研究怎麼掃廁所嗎 公衛最常見的五大核心價值 通常如果是研究所或是博士的話 也是依照這五個領域去分組的 第一個是生物統計 台灣有很多公衛研究所的教授 或者是學生們都很善用統計來做研究 就是所謂的量化研究 但是即使畢業後可能有一些同學 不需要用到這麼多生物統計學 但是受過這樣的訓練 會讓你對樣本書跟數據的解讀 具有這個敏銳度 因為有時候如果解讀數據錯誤 然後下錯結論的話 它的下場可能是更可怕的 第二個領域呢 就是流行病學跟預防醫學 那大家知道預防勝過治療嘛 但是要預防 我們必須要去對這個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才需要有研究人員來做研究 或是提供政策上的建議 其實平常常見的一些慢性疾病 像是癌症啊 心血管疾病啊 糖尿病啊等等的 甚至現在社會常見的憂鬱症 都是這個流行病學的範圍 因為你想想看 透過對的政策加上宣導 可以事先預防多少的人 得到有可能影響你跟你家人一生的疾病 你就知道這個任務有多重要了 第三個領域是衛生行政與管理 這是我當時讀的領域 這包含政府的政策 醫療機構的管理 例如醫院啊 腸道機構 腸道機構又包含老人公寓 安養中心護理之家 它法規上有什麼差別啊 然後要多少人力比 才可以負荷目前的醫療需求 要如何提升醫療品質 病人安全 民眾的醫療可進性 像明明各方面都很先進的美國 卻因為政策的關係 民眾的醫療可進性相較於台灣 是更低的 第四個領域是環境與職業衛生 這包含食品安全 環境衛生 有害廢棄物管理等等的研究 基本上就是生活上跟職場上 可能會暴露到的風險 那這個領域的研究員通常 都是要很懂風險評估的 假設我們知道台灣市面上 出了一個新的染髮劑 但是在暴露過長的時間之下 從業人員的身體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危害的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透過政策 或者甚至是禁止某一些 有危害因子過高的產品上架 才能有效降低風險 第五個領域是社會行為科學 這包含社會架構 或是屏幕差距等等因素 如何造成不同族群之間的 健康不平等的現象 那我們又要去怎麼改善這個問題 那還包含健康傳播 提升民眾的健康意識 那必要的話甚至到社區介入 提升社區的整體健康 回到第三個 我很常被問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現在會就是 不務正業 但是我想要表達的是 其實工作出是很廣辦的 畢業後常見的工作 比如說政府機關 像是衛生福利部的縮屬機構 國民健康署 疾病管制局 食品藥物管理署 或者是各縣市的地方衛生局等等的 職業安全健康研究所 那他們就是研究如何保護 勞工的身心靈健康 再來呢 還有比如說其他 例如NGO啊 學術機構的研究工作等 我自己也是有在 產業部門實習過 然後畢業後也是做過 剛剛所提的NGO 還有社區介入的研究 另外常見的呢 就是在醫院或者是長照機構 當醫務管理師 長照管理師 或是健康促進管理師 或者是在一些產業界的 比如說醫療器材公司 藥商等服務 那其實公衛是有一些相關的執照的 比如說職業衛生技師 工業安全技師 職業安全管理師 這些都是在高齡化社會 跟民眾健康 普遍的這個意識提高的時代下 會有更多需求的工作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的團體也正在推動 台灣應該要趕快通過 公衛施法 也許未來可以代替 比如說現在里長 來監督居家檢疫的這個工作 那如果通過的話 我覺得我也會挑戰去考考看 考到的話我會請大家吃雞排 沒有啦 雞排好像不太健康 我覺得我會請大家吃 就是低卡羅里的蒟蒻 所以大家知道 其實公衛畢業後 能做的工作是很廣的 但是當然還是要看每個人的 屬性適合什麼樣子的工作 曾經出現過公衛系的 學生在PTE上面 罵這個科系很廢 但是就我自己的經驗 跟我看著我從才目前從事的工作 我是不這麼認為的 我認為公衛銜接職場 尤其是健康產業應該會算是蠻順利的 那即便你不是進入健康產業 我覺得本來就有非常多的方式 可以去套用公衛的這個背景 在不同的領域的 在不景氣的時候呢 或者是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先選擇不去娛樂場所 例如KTV要看電影啊 或是來聽我的演唱會 但是如果我們生病了 我們還是得去看醫生 我們還是得喝乾淨的水 然後我們還是需要政府 或者是一可信任的機構 去幫我們把關食品的安全 所以身心健康是無所不在的 他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讀完公衛跨領域的例子還蠻多的 比如說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 陳青麥 他有一個我自己私心很愛的一個起司蛋糕 叫啟事公爵 這不是業配喔 這個創辦人 他也是有公衛背景的 那就是因為他原本在醫院的癌症中心服務過 他發現市面上的甜點都是加了很多的添加物啊 或是大量的糖 所以他就去研發了不加奶油 澱粉跟水的起司蛋糕 就是連很多糖尿病病患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anyway 這些人也都是在用另一個方式去發揮他們的所長的 那我覺得台灣能有今天的防疫成績 當然要從過去所有擬定台灣醫療政策的人說起 大家看前幾天 即使台灣沒有任何新的確診案例 但是陳時中部長依然帶著防疫人員 一起想要積極的找出 之前的確診案例的感染源是什麼 從這個小地方就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政府積極的作為 再加上人民的配合度也算蠻高的 然後連產業也團結起來 產出更多的口罩 所以台灣至今在公衛跟醫療上的發展 還有民眾普遍對於防疫的意識 我覺得都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會不會ических 因为大家可能令人訂閱 發展政策的設計 這裡的選擇